影像 影像呈现着被淹在水面下的坟墓 打扮入食的少女拉着行李箱 漫无目的地沿着海岸行走 舞台上中年妇女低头拨着儿啊 影像中诉说着养殖儿啊的日常生活 这是来自嘉义的软剧团 从在地观点出发 在台北艺术节推出的作品 《家》的妄想 从纪录片导演庄益增的摄影作品发想 软剧团实际走访嘉义东时 在深度访谈中探求《家》的意义 我们一直都知道台湾沿海一带地沉下陷 知道这个问题 但这一次我们带老师去看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震惊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坟墓泡在水里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东方人对我们来说 坟墓是一种死后的家 它应该是一个被盖得好好的 你要看过地理风水 可是它今天却被浸泡在水里 那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冲击的一个画面 当作威尼斯梦啊河 中年学国 新增世界文化与赛 嘿嘿 我们这是威尼斯的哦 嘿嘿嘿嘿 将田野的访谈融入剧情 透过真实文件的配合 软剧团透过生活情境的铺陈 大胆尝试以记录剧场的形式呈现作品 会有别于我们以往就是会看一个 有线性的故事情节 然后那有固定的角色 那记录剧场它的重点比较着重在 它提供现实的文件 那借由这些文件本身的相互对应 或是碰撞去让观众去产生 他们自己的激荡出来的想法 其实我搜集到很多资料 那些资料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可能互相冲突 甚至呢就是它会形成一种 跟我们这个题目的一种反面的对照 可是我觉得我就把它整个容纳进来 对 然后让这个 首先让这一个拼图变得画面非常丰富 那我觉得在从 其实是邀请观众从这些分杂的讯息 或者是各种意志的拼贴里面 去寻找说可能对他们来讲 他们自己对于加这件事情的答案是什么 你没有看过《蚵仔堆成的山》吗 那么多的蚵仔聚在一起 会发出一股强烈的腥臭味 而这样的气味吸引了鸟族的聚集 因为他们知道那其中有好药的可以喂饱自己 就像 我的老公 和整条里面所有人都知道的一样 但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只要远远地看见那片蚵仔酸 就只想要远远地绕过去 为什么我身上要永远沾染着那样子的气味呢 以前总官在房间中写剧本 编剧许正平这次深入东石跟在地人接触 许正平说 他很认同导演说这是一出丑戏 在写作的策略上 他摆脱了过去的抒情与柔美 试图朝真实接近 这一次在田野调查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去面对 我觉得这个面对不只是说去看 你要包括交谈然后理解 那这些其实 你觉得你站在遥远的都市 你觉得你以为了解他们 可是其实根本不知道的东西 那这个过程对来讲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沟通交谈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舞台上呈现了一个分崩离析的家 但导演说他们更想呈现出的 是台湾底层生活的真实图像 我觉得这个作品它可以提供一种 有别于我们以往在台北西 台北可能常见的某一种都会的元素 你会看到真的来自于乡村的 你可以看到真的 你闻得到海风 你看得到这些最台湾元素的东西 在台上真实的展现出来 从家一出发 家的妄想诉说了一个真实的在地故事